IPM 小学堂 瓜类蔬菜篇 上课咯 IPM是什么? 动物有害生物综合管理 是综合多种防治方法来防治病虫害的管理方案 瓜类设施栽培效益与羊香瓜为例 降低根流线虫密度达75%以上 减少12.5%病虫害防治成本 要计每公顷减量50.4% 整体提升约47%受益 简单来说IPM操作三部曲包含预防、监测与评估及治疗 今天我们就到永居善农村的IPM小学堂 一起了解瓜类蔬菜的IPM操作技术吧 各位村民大家好 我知道你们最近都想了解IPM的操作技术 听说高雄改良厂用这套管理方式 栽种羊香瓜的成效很好哦 所以我约了他们的研究员 来跟我们小学堂来做连线 请他们传授IPM的操作技术 介绍的项目就是黑板上的这些哦 周研究员你好 村长你好 各位村民大家好 先跟大家介绍几种我们常用在瓜类病虫害预防的一些方法 像是健康种苗土壤太阳能消毒 资材值钱处理预防性药剂的适用 那还有加上肥肥管理以及田间卫生管理 那首先呢我们要选择健康的种苗 那千万不要把已经生病或是生长式很不好的种苗移到田里面去哦 那避免会造成后面我们病虫害的持续蔓延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啦 有关于土壤太阳能消毒的部分呢 这个主要是在值钱来处理 可以来防治很多重要的土壤传播性病害 那尤其是在我们瓜类上面很重要的一个耕流线虫的问题 哇哦听起来很厉害呢 这个可是目前在瓜类耕流线虫上防治很重要的策略之一哦 哎呦就是这个东东 那整地后呢我们用这个土壤太阳能消毒的这个塑胶布呢 来进行土壤覆盖 那经过两到三周强烈的高温照射呢 土壤温度主要可以提供10度左右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温度呢来杀死土壤里面 比较不耐热的病原菌 还有根流线虫 再来是定职前的种苗处理 那除了种子消毒之外呢 职前的脂材进苗也是预防病害的一种方法 哦哦那是要进什么药剂呢 呃在这边我们可以选择生物制剂 比如说这个抑化淀粉咬宝杆菌 那就是以血盘苗的方式呢 直接进到这个生物制剂的稀释液里面 一到两分钟 那要确保这个生物制剂的稀释液 可以进到这个种苗的根部 那达到根部预防的效果 那在进行完这个根部保护之后 我们再进行移植 为了避免病虫害的蔓延以及大发生 那通常我们在病虫害发生前呢 会进行一些预防性的施药 到底该什么时候喷呢 呃每一种病虫害的状况不太一样 但是最重要的一定要做好田间的记录 一旦发现病虫害的中基呢 就可以少样的使用农药 哦安全之材或是微生物制剂来进行 病虫害的律法 那像是这个我手上的就是 氢氧化钾和亚磷酸 它们1比1等比例混合 所配成的中性亚磷酸呢 在雨季来临前 我们就可以适用 1000到1500倍的西式液 来使植物产生抗性 进一步就可以来防治 像疫病或入菌病所导致的 增菌性病害 哦原来如此啊 那有关土壤肥肥管理的部分呢 我们现在就请高雄区農业改良厂的 土壤肥料专家 苏柏信助理研究员来帮大家介绍 大家好我是高雄区農业改良厂 土壤肥料的研究人员苏柏信 土壤的合理化施肥呢 如果做得好的话 植物就比较健康 健康的情况下呢 它会让我们的用药就会减少 相对的植株会是一个 比较健康的环境下长大 所以的话我们会希望 农民落实合理化施肥 在合理化施肥之前呢 请农民先送土壤来我们改良厂检验 那首先农民呢会需要有一支圆鞘 从我们的植株的旁边 约20到30公分的地方 然后往下去往我们的土壤 那挖起来的土壤的地方呢 我们会先希望它把表面先剥掉 要检验的土壤呢取其中的一小块 基本上我们会希望农民以两分地为一个单位 那在两分地里面呢 挖大概是四到五个点 那这四到五个点之后呢 把所有的土壤混合完 有提供这种检验的 是土壤检验的采样带 那请各位农民呢 要把这些东西呢都详细的记录 最后最后就是把这一包土 送来我们改良厂检验 就可以得到相关的土壤的分析的数据 那田间卫生管理的部分呢 我们就是要平常我们要来巡田 那要适时来清除我们的产枝 落叶落果落花 那如果在苗期 我们看到生病的苗株呢 我们也要一并把它清除 那这样呢我们才可以减少后续 病原菌它繁衍的场所 我也大概有清理呢 但好像没有什么差耶 哦不能大概哦 这个要确实的把它清理干净才行哦 好现在预防阶段的几种方法 我都介绍完了 那现在换你讲一遍给我听 好预防的方法包含健康种苗 太阳浓土壤消毒 值钱处理 预防性药剂使用 肥胚管理 田间清源 啊呢 很好在执行完预防的操作工作之后呢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透过持续的一个田间监测 那来评估看看是否需要进行病虫癌防治的工作 该怎么监测呢 那在我们作物开始种植之后呢 我们就要开始巡田 那透过一些监测之材 以及透过肉眼 我们来看看是否有病虫癌的存在 那如果说我们在巡田的时候有看到病株残株 我们也要一并来清除 那来避免这个病虫癌的时序蔓延 那在瓜类虫癌的侦测上呢 以这个黄色黏子为首选 那为什么要选用这个黄色黏子 因为这个黄色黏子它可以用来侦测一些小型害虫 这个黏板呢我们除了来侦测数量之外呢 它也有防虫效果 那这个黄色黏子要怎么使用它呢 一般我们在田间呢我们大概三到五公尺来悬挂一片 两到三周我们来更换一次 拿下来的黏板我们可以看看这个上面 黏板上虫的数量的多寡 那如果说虫害密度有增加的话 我们就可以及时的应用一些枝材来进行虫害的防治 除了黏子之外呢 在我们瓜类栽培上呢 我们露天的模式呢 我们也常会用到这个邪文叶额的性肺肉猛诱杀器 刮死银的诱杀器 可以监测害虫的密度之外呢 也可以一并具有这个诱杀的效果 那这个邪文叶额性肺肉猛的诱饮器呢 我们在做监测的时候呢 悬吊在这个座物的上方 每个月更换一次 那这个就是它的诱饮器 那主要就是用来诱杀 就是邪文叶额的熊橙虫 那有关这个瓜石银的诱杀器呢 我们这边主要使用的有两种 那第一种诱杀器呢 它是以客银为这个诱饮器 那主要诱饮的是瓜石银的熊橙虫 每公顷呢悬吊10到20个诱杀器 瓜石银的诱杀剂 客银加奶力松 这里面有加农药 那这边我们会有滤脂 主要是要让它把药剂吸收上来 第二种呢则是这个酵母定诱杀器 它每10公尺就要钓一个 那它主要诱杀的对象呢 是包括雌橙虫和熊橙虫 那所以呢 我们要两个配合在一起使用的话 它效果会更好喔 两到三颗的酵母定进去 然后加水 要淹过它 那再把它盖起来 就可以拿到田间去悬吊了 如何知道什么时候要开始做防治呢 通常每个病虫害的状况都不一样 那通常建议呢 就是在病虫害发生初期的时候 我们先以非化学农药的一些资材 来进行防治 那后续我们再来 针对田间的实际状况 以及我们所监测的 得到的结果 再来评估是不是要导入化学药剂 那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有 经济损失的一个概念喔 那当我们设定好自己可以接受的 经济损失之后呢 自然就能够拟定出一套 适合我们自己的防治基准 好 那这堂课我们先到这里 那下一堂课呢 我会跟大家介绍一些 瓜类主要的一些病虫害 种类以及预防和治疗方法 让大家可以融会贯通 可以让我们这个IPM三部曲呢 能够达到最大的功效 拜拜 太好了 谢谢周研究员 那IPM小学堂 瓜类蔬菜篇 Pod 1 下课咯 差不多 下课咯 quests 类的 葱 3 3 6 0